冻金针理念适合各种证据 没有时间去好好研究 就是就用这个豪针扎一扎 就用这个方法 比方说动一动啊 或者说这个这个这个在某些地方嘛 或者说这个把它缠紧了以后呢 试一试 有时候效果还是蛮好 就这种思想我觉得很值得学啊 等我以后我就是把这个冻金针 这个弄完了以后呢 我慢慢好好再跟您学习 谢谢谢谢耿会长 因为为咱们这个冻金针呢 也是操劳很多呀 给大家计真呢 我在群里头看到 这是一个非常琐碎的工作啊 所以呢这个对咱们这个整体的 德国这个医生啊 做了不少这个具体繁琐的工作啊 我这边也是表示感谢 另外呢我还是这个耿会长 还有那个秦会长啊 我看也都在尝试啊 他在群里分享 但是呢还舍不得用冻金针 我觉得呢不要吝息 该用就用 你用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是跟好诊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啊 是不能相比的 你当然带来了 给病人带来治好了 疗效上来了 也带来一种喜悦 另外病人呢 他也会很开心很高兴 比如说同样的一个情况 在别的诊所 他们可能就治的不太如意 那到了咱们咱们换个方法 换一个证据 一致呢可能效果就不一样了 那他们呢也会给我们啊 去宣传 也会介绍病人 那我们这个生意呢 就会越来的就是越好吧 也能帮到更多的人啊 以后准备准备 那个耿会长 咱们也可以 以后呢 开一些专专题的分享节目 像也可以在奇幻网上直播呀 6月1号呢 英国他们又有一次分享 也是 奇幻网直播的 我想按照咱们欧洲啊 英国的时间准备的 也希望呢 大家到时候参加一下 反正这些都是free的 都是不要钱的 也能够提高 听听他们的 这些学员的介绍分享啊 也听一听专家的点评啊 我想呢 每一次活动呢 也都是一个机会 大家能够呢 更清楚的 深入的了解 咱们东京镇和东京镇聊吧 好啊 那个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呢 陈老师 你就到时候 你就发到群里边 或者说你发到我们小群里边 往外可以 大家们可以多学一学 好吧 好的 那陈老师 我们今天就到这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耿会长 您辛苦了 谢谢陈老师 您太辛苦了 讲了这么久 每一个问题都回答那么认真 我们学到了很多 谢谢 谢谢 希望我们为我们下个星期的 下个星期周末就开始开课了 也预祝我们这次 第一季的这个学习呢 圆满成功 好的 好的 期待着跟大家到时候见面 6月4号 咱们一起再进行切磋 好 谢谢大家 那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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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